Hello 大家好 我是来自美国的Liz 今天要跟你们做的这个话题呢 就是Target Hall 在Target 我有时候称它为Target 有时候称它为Target 就是这一个超市呢 在美国简直就是 我自己认为是一个非常平价的 但是质量又很不错的一个超市 如果你们家附近有Target的话 绝对是一个好去处 但如果没有的话呢 Target.com 它这个网站上面有好多好多好东西 而且我非常非常喜欢它 什么呢就是我偷偷跟你们说 我还有这一家公司 我还买这家公司股票 就是因为我用它的APP以后 我发现哇这个东西 真的他们的科技 他们所有就是人性化的APP 真的非常人性化 就比如说你可以直接在上面下单 然后就跑去 它两个小时之内你自己去取 非常非常人性化 然后如果我想要找什么在里面呢 我就直接在它APP里面输入 它会告诉我 哦这是在L14 这是L16 就是地级栏地级栏自己去拿 说一下我完全没有接他们带 也没有接他们广告 纯粹个人的喜爱啊 然后今天要跟大家说 我平时在Target.com都买一些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我觉得非常值得买的就是他们的一些网和盘子 然后我最近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这个只要它货一到呢 我就会买 因为它经常缺货这个 这个Project 62是Target的一个 我个人认为是他们的设计啊什么都很好 而且价钱也是比较好的 你们猜这个碗是多少钱 这个碗呢 它的大小适中 就特别适合像我们吃饭 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的指甲吗 指甲油吗 黑色的和蓝色的 到时候跟大家介绍 因为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吐指甲油了 OK 然后呢 这一个是我平时用它来吃饭 大小也是很适合 然后用它来砖摊 哇 砖摊真的是特别好 而且它比较 就是摸在手里面 手感也很好 然后重量也什么 然后感觉也是非常好 你们看后面 我这个放在洗碗里面洗 以我洗碗就差不多每天洗一次 这样子 我差不多有洗了快三百次了 可是看起来跟新的一样 然后它后面这个logo呢 看起来就是非常非常漂亮 是stoneware 就石器的这个 它是stoneware的 不是陶瓷 但是石器的 没有陶瓷那么容易摔坏 大家猜这个碗多少钱 你真的是不敢想 两块钱 两块钱 所以我说 如果有的话 你们赶快去target买 那如果你们家附近没有target呢 其实我自己去target也很方便 可是我自己就是这个碗 我还是会去下单 因为在target.com呢 或者target的app上面 买它是35块就免费送到你家 然后其实拿着这些 你就在店里面拿这些锅碗瓢棚啊 其实你只要拿超过三个的话 也是蛮重的 所以我一般这些 我就直接在网络上面下单 这个差不多买个一打回来 如果一家人的话 真的超级好用 一个35的订单可以 这个可以下差不多 如果是你们第一次下的话 可以下一个12个吧 一打 一打花24块钱 然后下一个呢 我给大家建议是 第二个就是他们的project 62的盘子 我刚刚为了拿这个盘子呢 我特意去把洗碗机拿出来 从洗碗机里面拿出来 然后再把它用手洗了一下给你们看 这个也是project 62 就是跟刚刚那个碗是同一个系列的 然后它这个盘子呢 是有一点点深度的 不是那种平的盘子 这也是我喜欢它的原因 因为我们中仓很多的时候呢 你都会有 不管怎么样 你都会有点支吧 所以太平的那种盘子 对我来说反而不适合 然后就算装沙拉什么也好 那我说一下 它这个盘子唯一 唯一我觉得有一个的小缺点 就是它有点重 但是缺点也是它的优点 就是它重量就会让它觉得 这个东西蛮贵的 但是真的就有的时候 如果说你在patio 你就在室外啊 或者什么 你拿着吃的时候 你拿一会儿会觉得比较重 但如果你在摆在桌子上的话 就不会 所以就是你们自己决定 适合你们嘛 我建议你们可以买这个 第一次买的话 如果是上网买 你就买一个 然后回来试试看 适合不适合 可能你有些人会爱不释手 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 这个盘子有点重吧 但是这个盘子你猜多少钱 4块钱 So cheap 就是当你拿到它手的时候 你的那个手感啊 quality啊 还有你看那上面的这些 logo啊 放在洗碗机里面洗啊 好多好多次都不会褪色啊 就拿出来每一次都跟新的一样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好吃 4块钱 好 所以我们可以买12个那个碗 然后一个这个盘子 差不多就是24块加4块钱的 有28块钱 然后我们再去看 我帮你们加买一个35块钱的 35块钱的target车就可以免费送送到你们家了 或者你们自己去店里面买也OK 然后下一个我超级推荐的就是这个 你们猜一下这个是什么 Lazy Susan 这个就是转盘 就你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我们都打一个比方 我拿一个东西 然后放在这里你们就会看到 它就会转 那这个呢 我自己是怎么用呢 我自己是放在厨房的柜子里面 放盐巴呀 调料啊 13箱 5箱啊 然后什么 哦 那个油啊 意大利 醋啊 然后还有 中国醋啊 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所有调料放在里面 我之前是0038放在柜子里面 可是呢 当你0038放柜子的时候 因为它那个调料是很多嘛 那有时候 有一些不是经常用得到的 比如说有一些 白胡椒粉 我有时候记起来就会用一下 然后还有一些孜然啊 什么 我会放到比较里面去 然后每一次要把外面拿出来 放到 放到台面上 然后再去拿里面最后面的 所以我经常会忘记用一些最后面的调料 或者觉得好麻烦 就就是厨房里面就比较没有那么organized吧 然后现在呢 我就是用了这个以后真的好好用 你想要什么转一下 它的调料就就你就一目了然自己有什么调料 而且拿起来放进去也很好放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不管 其实如果你们有很多的维他命啊 或者说有各式各样的一些墨镜啊 或者一些铅笔啊 各式各样的东西呢 你就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平时一转起来就是一目了然 所有就你们可以零零三长放的地方 都非常非常的容易 一下就可以把它调出来 然后这个是一个比较小的size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8个inch的 或者是这样子 或者是10个inch的 我不太记得 好但10寸或者是8寸的 但它还有更大的 然后这个的价钱 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8块钱或者10块钱 它的整个做工呢 我都觉得非常steady 就是很好 我以前在Amazon上面 差不多花了十几块钱买的一个Lazy Susan 还没有它的质量好 然后所以我觉得它这个东西呢 就是对我们家里整理啊 什么都非常方便 如果你们第一次买的话 可以先买一个 试试看 先放在家里的这个锅碗瓢盆的调料柜里面 调料柜里面把调料全部放进去 你会发现说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用 然后过一段时间 你可能会有别的东西 你觉得诶 你可以用的到它 所以可以买一个这个 然后刚刚那个28 加这个8块钱的话 已经36 这个就已经是free shipping了 然后我再给你们推荐下一个 我觉得Target真的非常值得买的东西 那这个呢 就是下一个 它有大的有小的 这个是比较大的 这个是它的各式各样收 收纳的篮子 然后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 它现在刚刚出的这个系列 这个系列就是说 它这个颜色呢 是有点奶白色的 那或者就有一点点creamy的那种 环色加白色的creamy的那种颜色 奶环加 但大部分是白色的 偏白系列的 然后加上这个皮呢 它这个你可以已经看到好 这个是皮的 哇 我觉得这个看起来真的很漂亮 如果家里东西很乱呢 或者像是类似有我这样子 open open这种shelf的话 就是打开的这种架子 你就买一个这个 然后把里面的可以装很多很多的东西 然后把它靠着 就是我自己的话 我个人喜欢这个 有皮的地方对着外面 然后这样一个摆起来 会把你们家整理的 又漂亮又干净 然后它有这个有很多很多 不一样的size 如果我没记错 我这个的size 应该是13 11还是13inch吧 到13inch的一个 刚刚看了一下它里面的牌子 是13inch 我会把所有链接都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去看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 而且你买的话 最好就是说买一套的 你不要买一个这个 然后又买另外一个颜色 我个人认为 如果你们所有东西都放在里面的话 你们可以把这些全部都放在一个 就是如果是一个架子的话 你可以全部是一个系列的 然后把就是露出这个皮在外面 就特别特别的好看 这个是我非常推荐的target的收纳栏 然后这个的话应该是十几块钱 大家可以去看链接 然后下一个呢 我很推荐的是这一些假花 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很喜欢花 我后面都是花 有一些是真的 有一些是假的 真真假假 我个人认为呢 就是一个喜欢花的人 其实有的时候 你可以摆设一些假的花 和一些的真的花 来让它来mix起来 因为有的时候 有一些季节的花呢 你很喜欢 可是它开花的时间很短很短 甚至有一些花你很喜欢 可是呢它会一直的 就是需要很多很多的打理 所以你们可以种一些非常非常简单的植物 像我后面就有 到时候我一个 有机会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的一些真植物和我的一些假植物 然后真植物的话 我都是买最容易最容易打理它的 然后假的呢 都是很漂亮 而且比较难打理的 所以很多花我是在target买 可是target呢 有一些花我觉得真的是很漂亮 比如说我手上这一盆 我觉得非常非常漂亮 就是它很有小清新的那种感觉 这是一盆 到时候我也会把这一盆的连接放在下面 如果找得到的话 它有时候会换季 大家就是跟着连接看的话 就算它这个没有了 它下面也会给你推一些很漂亮的 然后但是也有一些 就是网路上面看起来很漂亮 买回来其实只有小小的一盆 被我退掉了 那这个的话 我个人认为就跟网路上面很相似一个 然后再给你们推另外一个 然后下一个呢 我很喜欢是这一个 这个是草 但是它很 然后跟石木 就是说有一点像是我后面这种 你们看到这个颜色吗 这种比较light 木头的颜色放在一起 跟它配在一起的话 我感觉很有那种日式的 日式植物的感觉 所以这盆也是我很喜欢的 因为它这个颜色 跟我后面这个木头呢 很配 加上它白色的和这种比较浅的绿色呢 我觉得真的是很清 很清晰很淡雅的感觉 而且这盆真的蛮打的 然后我记得好像 如果没记错吧 这盆应该是15块还是20块吧 价钱也比较适中 然后就是这盆这盆我超喜欢 看起来呢 我第一次买回来的时候 家人就说啊 你这个是假的 那你的水还加进去 我说不是我加的 它这里面 就它做出了一个凝固的东西 你看到吗 它不是水 就凝固看起来像是水的东西 然后呢 它这个就是很漂亮很漂亮的感觉 感觉就是自己刚刚剪下来的枝 然后插在里面的感觉 这样一盆 我觉得也是很清新很漂亮 我个人认为呢 大小什么都适中 那这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40多块钱 有点小贵 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 还有我后面这个呢 这个也是很漂亮的 我非常非常喜欢 这个好像也40多块钱 我不太记得了 我到时候把这几个 如果我找得到 如果他们还有的话 我把连接都放在下面 然后你们可以点进去看 然后除了这些 它还有很多很多 不一样的花 假花呀 假草啊 我自己认为说 这几盆是我买的 比较成功的几盆 而这几盆呢 除了这一盆 就我后面 你们看后面那一盆 你可以在店里面找到 这几盆都只是网路上 可以买到的而已 而且都是很大的 有一些呢 网路上看起来很漂亮 我买过很400颗 来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点点 然后还有一些话 我下次有机会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会做更多 关于这个target 可以买的东西 或者假花的这些 一些白色 家庭白色 然后最后跟大家推荐呢 这个酒精砂 它不是只有target买 它不是只有target有 但是我觉得target的 这个很适合 就当你们凑不到35块钱的时候 你们要买一些filler 就是说比如说 你这个单只有32块钱 那你就可以买一瓶酒精 因为酒精怎么样都用得到 这是70%的酒精 我自从疫情以后呢 就是说去哪里啊 我去图书馆也好 去工作也好 只要去户外 我总会带一点酒精 加上一点纸 或者说就是一些paper towel 然后把它弄撕一下 放在袋子里面 然后就是会把它擦一下 再做所有的地方摸过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疫情以后变成这样子 就是为了比较小心嘛 就是担心说 会不会得这个covid啊 或者怎么样的 然后我就觉得还蛮好的 回来了以后呢 有一些东西也会用酒精消毒一下 然后这一大瓶 你看很大嘛 可以用好几个月 就至少我用嘛 好 差不多可以用一到两个月吧 然后我差不多这一瓶就三块多而已 所以如果有时候你抽不到三十五块 免费到家 的话你就 order 两瓶三瓶这个酒精 一瓶两瓶了 看多少了 然后就抽一下一起 运费就免费送到家 真的觉得是太值得了 然后就是我吃的这个维他命 也是这边买 这个也不是说target 只有target有的 但是呢它这一个也是 如果大家抽不够三十五块的话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值得 它这个是Biotin 就吃的话很多女士 美国的女士都在吃 就Hair Nail Skin 就是说 妈妈你的皮肤看起来好一点啊 然后指甲长得好一点啊 然后头发长得好一点 所以如果 但它对我来说 它没有治疗掉我曾经掉发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吃了这个怎么样 对身体都会比较好吧 而且它真的是我吃了这么多 Biotin里面 味道最好吃的一个gami 刚刚放了一个 它原来是粉色的 是粉色的 特别好看 好吧 那今天暂时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东西 但我不想把一个视频做的太长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所有东西就是我解释过 差不多都在我的连接里面 大家直接去上网order 35块就送到家 或者你们自己去target 但我觉得碗 特别是碗和盘子自己的东西呢 我非常推荐大家直接在上网买 它会把你包装的很好 而且它外面都会 所以我至少我到的时候 它外面是包了很多那种纸 然后又很大的一箱 送寄到家里来 完全同样的价钱免运费 就这些特别重的东西 我觉得最好上网order for自己去帮 我觉得有点 呃太不值得了 好吧 那别的东西 这种小东西去灌的时候呢 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 看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帮我的视频点个赞 对我的这个channel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算是帮我一下 花了这么多时间做一个视频 给大家也不容易 好 那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而且这个整个视频都没有什么target sponsor 他也没付我钱说他们怎么样 我真的就是个人喜欢的这些品牌 平时自己都在用自己都在吃自己都在饭的东西 好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